大家好,那今天是6月25号的课程 那我们今天上的课程内容的话 就是第一个是认识烘豆机 然后再来是咖啡烘焙的部分 那在认识烘豆机之前呢 我们还是一样讲一下 我们上礼拜讲的风味轮的部分 那我们风味轮的部分呢 其实主要风味 我们像老师喝出来的风味 跟你们讲解出来的风味 其实都是老师主观的东西 那我告诉你们 然后你们有喝到 我就会 我的主观就把它变成了客观的东西 那这个风味 风味轮其实是在 不管是在喝咖啡啊 还是烘焙咖啡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像我们如果在烘咖啡 我们要知道说 我们的咖啡的特性会有什么样的特性 那如果是花香的特性 我们要怎么去烘焙 那如果是水果风味的话 我们要去怎么做烘焙的调整 这样子 那当然也有 比如说像义士萃取啊 义士咖啡机的烘焙的义士豆 那又是另外一个的烘焙方式 所以我们的风味轮是对我们 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喝到的味道就是把它 就是变成客观的东西 那我们比如说像我讲的 我讲出来的比如说 美果香啊 那个我的那个 比如说我们在买咖啡的时候 我们上面都会有些 有些咖啡豆 精品咖啡它上面都会描述风味 那个就是他们的风味向导 风味向导就是像老师说的 主观的东西 那你如果喝到就是变成客观的东西 那在进行烘焙之前呢 老师先带你们看一下我的咖啡 我的烘焙机 先认识一下 基本上正确的烘焙机 大概会有哪一些 哪一些的设备这样子 那我们去看一下 那这就是老师的烘焙机 老师这台是一安的A60 对 A60对 那它A60的意思 它就是它只能烘600克 600克就是大概一磅多一点点 那先跟你们介绍一下 这边的电源开关 看一下 那它就会 你看 按一下电源 它的话就是 会有内锅的转动的开关 然后排烟的开关 还有冷却跟灯的开关 那冷却的冷却 我们从头开始讲好了 咖啡豆 咖啡豆主要就是从这边 咖啡朝这边进入到咖啡锅炉里面 那锅进入锅炉里面之前 我们会需要先热机 把烘焙机热到 就是要整个锅炉都要是热的 对 我们至少要这样子 比如说我设定说 我的咖啡豆是190度下豆 那我至少要让它热到190度三次 温度上去之后关火 让它下降 然后再开火 这样子 重复的动作三次 这样才有办法 让锅炉里面是完全均匀的受热在里面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封门 封门就是这一块插压剂 封门的插压剂 那封门在烘咖啡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像封门啊火炉啊还有那个我们的锅子的转速 其实对一锅咖啡是都非常重要 你调整 比如说我调整封门 一样的咖啡豆我只调整封门 然后或是一样的咖啡豆我只调整转速 出来的结果都是不一样的 就是就算你是一样的数据给你 然后你按照一样的数据这样子去烘 每一锅出来的结果也都是不一样的风味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因为我们可能受到天气的影响 然后也有可能那个锅子 第一锅烘的跟第二锅烘的一定是会不一样 因为它的里面的烘豆机里面的热度就不一样 那再来就是火牌 我老师现在没有办法帮你们拆开来给你们看 因为它的火 它有两种火牌 一种是一排的 另外一种是两排的 那老师这是一排六个火的 一排六个火 那等一下我开一下 给你们看一下 正确的 正确的话 我们就是开机之后 内锅的内锅的那个电源把它按着 排烟按着 排烟就是这边你看看到 你看到插压机在动了 它的烟就会往外面 从这边这样抽出来 对然后都在滚动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做点火的动作 那点火可以看一下 这是瓦斯的控制火的大小 点下我现在是没有开瓦斯的 我现在这个没有开 你可以就可以看到下面有火了 你可以稍微带一下 对下面就会有火牌 那如果今天风比较大的话 我们的火牌就会受影响 对因为我们还会再接一个排烟管出去 对我们要保持那个排烟的顺畅 那不然会避免有可能会发生火灾的情况 对那我们就是火开了之后 它的温度也会显示在这边 然后我们这边要计时间的 那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温度的温度的热量 那个风的风的热量 我老师这台是半热风的烘豆机 对那其实我们烘豆机有大概有三大三大元素 对那这是基本基本我们比较比较会常看到的烘豆机啦 类点那老师这台是算是很少量的 当然还有更少量的对老师的第一台就是直火的 这个是半热风啦老师第一台是直火 只能烘300克对那我们过去那边 那那老师刚刚有说到说 烘豆机有三种三种的热能的那个烘焙方式 那一个是老师的半热风 热风型的半热风跟热风型的那种烘豆机 这个老师那一台还有一种是直火的 直火的话它就是 咖啡豆直接接触到那个火 然后进行烘焙滚筋筒 然后里面那滚筒直接进行烘焙 它的滚筒是 像老师这台的滚筒是没有动的 那直火的话它的那个滚筒是有一点一点小小的动 让咖啡豆可以直接接触那个火的 所以它就叫做那种这种这种热叫做接触热 对就直火的咖啡筋 对那另外一种是毒色热 毒色热的话它就是 呃纸外线 呃如果我们你们有机会去那个咖啡展的话 呃有会有很多新的 就是像那样子红外线的那种加热的方式 把它就插电 然后让红外线把那个咖啡豆把它烘熟这样子 那烘豆一样就是都要进 它就是在烘的过程 那个咖啡豆不是放在那边就好 它进行就是滚动的方式 让每一颗咖啡豆可以均匀的受热这样子 那我们烘豆呢 呃我们分了A段B段还有C段 那我们A段 A段的话它就是 呃咖啡豆下锅之后 一直到那个它转黄点 这一段叫A段我们又称它为脱水旗 那脱水旗这一块非常重要 你如果没有脱好咖啡 那个咖啡豆里面的水分没有把它脱干净 那你会影响到你后面的烘焙 那你的咖啡豆呈现的可能会比较有草味 或是生豆味 对那这些就是不好的风味 对但是如果你说的 如果你喝到的草味是那种 呃比如说香草的那种草味的味 那就没有问题 但是一般人不太接受那种草味跟生豆的味道 对那有生豆的味道是什么 就是因为你的咖啡没有没有烘熟 才会有那个生豆的那种 有点像豆浆嘛 我们黄豆如果没有煮熟 那我们湿进肚子其实是对身体是有害的 对那B段的话呢 B段就是转黄点到我们一抱前 这一段的时间叫做B段 那这一段的话你的那个排烟啊 跟你的火力就要一直去 一直要去很注意 因为你的上升 呃每一分钟的上升率 温度的上升的时间上升率是没有办 没有呃要把它控制好 不能不可以让它跑太快 你跑太快也有可能造成你咖啡不熟 你只是表面的温度到了 里面的中心点是一样是没有熟的 所以这一块也是要呃 这一块也就是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跑太快啊 上升速度太快 温度上升速度太快 你有可能会造成口感比较涩 然后你的咖啡度 咖啡的干净度就没有 就会呈现比较混沌一点 那呃C段的话就是 C段的话就是我们的呃 呃一抱 咖啡豆在烘熟的时候 它就会成就会一开始 bopbopbop的那样子到 呃那种声音就叫做一抱 那我们就在一抱开始到结束 我们称为那个C段 也称为发展期 对那你的咖啡的风味呈现 你要呃你呈现出来的如果你前面A段B段都没有 都是处理的很好的话 那你C段就很重要 因为你C段的发展的时间就取决于你咖啡豆出来的香气类别这样 你如果一爆比较短 可能一爆大概就让它发展一分一分十秒一分十五秒 那这样的咖啡豆基本上是属于浅培的咖啡豆 那浅培咖啡豆你就很有可能会喝到好的风味的话 你会喝到花香啦 然后一些甜感啊干净度 那如果你不好不好 如果你烘浅培不好烘 就是你如果烘不够A段B段没有烘好 那你到进行你发展就又发展只有一分半的话 一分半以内的话 那你的咖啡就很有可能是生豆的味道 或是炒的味道 还有嘴巴会色色的不舒服的感觉 那酸的也是那种酸的很不舒服 那其实这种咖啡你就可以直接 你有两种处理法啦 你就再烘一次嘛 你就没有烘好没有烘熟 那你赶快再进行第二次烘培 那第二次烘培出来的味道 就不会像第一次烘好那样子 比如说花香啊 你就可能会比较偏焦糖的甜感 比较中焙以上了 那我们等一下烘培的时候 因为我们你们学校可能没有办法购买那个烘豆鸡啦 因为烘豆鸡其实说便宜不便宜 说贵也不贵 对他各个形态的烘豆鸡 像老师这一台的话是七万八 算是便宜的烘豆鸡 但是品质稳定度还是蛮高的 那你要选择你的咖啡 你要去买一个咖啡机放在那边 你也是要去常常去使用它 你用电器类的东西 你不常使用 其实对机器内部的零件可能容易生锈 那我们住在山上的话 又比较潮湿 所以对我们如果没有常使用 其实是非常可惜的 那我刚刚有提到说 我的咖啡机容量是600克 那其实有很多 之前的老师是300 最一开始买回来自己玩的是300克 那现在买到600克 然后再来就是1公斤1000克 然后还有1.2公斤 2公斤3公斤 甚至5公斤10公斤 还有很大台那种百万的那种烘豆鸡 它就可以用烘到50公斤100公斤那种 那种就是非常 那种比较会用在那种 咖啡工厂才会购买使用的东西 一般店家是不太会 不太会看得到啦 但是还是有 像老师有时候去喝咖啡 也是有一些 比如说冠军咖啡 咖啡师 他们就会买一台放在店里面做展示的 那他们会不会用 应该也是会用 但是用量可能比较少 偶尔可能给他们热积一下这样子 避免他的零件损坏这样 那等一下我们就是 我们不用老师那台烘豆鸡 我们用炒菜锅的方式 去把咖啡去把它炒熟烘熟这样 那等一下在带的时候 老师也会再跟你们说 大概要注意边用的边炒 我老师会在跟你们讲一下 那要注意的是响的呀 那你稍等一会 稍等一会 稍等一会 嗯